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大家早晨 Online的電影節目早晨 我們今天來看詩編的66篇 詩編的66篇分段很簡單 因為有細拉 每個細拉就是一段 但我今天會把第一、第二段合在一起 一到七節是一個大段落 分為兩個小段落 因為這兩個小段落都是向全地發出的邀請 即是全地要做甚麼呢 所以第二個大段落就是 第八至十二節是一個小段落 然後十三至十五節是一個小段落 即是八至十五節也是另一個段落 這個段落針對的就是萬民 所以你看到第一節是全地要做甚麼呢 第八節是萬民要做甚麼呢 很明顯 最後一段就是十六節到最後 十六節就是犯驚威神的人 所以原來這一篇的詩編 向三個受眾發出一個邀請 亦是發出一個見證 甚至發出一個呼籲 就是向全地、萬民、犯驚威神的人 這三類人 這三類人 詩人都向他們發出一個呼籲 這個呼籲究竟是甚麼呢 我們今天就來看 我們先看第一個大段落 針對這個全地的 這個詩人究竟要向全地 傳遞一個甚麼的訊息呢 所以他一開始就說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 歌頌祂名的榮耀 用讚美的言語 將祂的榮耀發明 當對神說 你的作為何等可惟 因你的大能 受的要投降你 全地要敬拜你 歌頌祢 要歌頌祢的名 然後世拉 下一個小段我們先讀完 你們來看神所行的 祂向世人所造之事 是可惟的 祂將海變成干地 眾民暴行過河 我們在哪裏因祂歡喜 祂用權能治理萬民直到永遠 祂的眼睛監察列邦 撥亦的人不可自高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 這個就是詩人 向全地所發出的一個呼籲 呼籲全地的人 所有的人都當向神歡呼 我們都要在神的面前 大聲地來歡呼 要歌頌祂名的榮耀 因為祂的名字充滿榮耀 全地的人都要來回應神 其實這是一個回應神 作為的呼籲和宣告 並且向全地的人 無論是甚麼人都好 你們都要起來歡呼 因為神的榮耀何等大 要用讚美的言語把祂的榮耀發明 發明 不是invent的發明 要用讚美的言語把祂的榮耀發明 意思是把祂的榮耀顯露出來 讓祂發出來 讓祂像光一樣照明出來 意思是讓祂顯露出來 用讚美的言語把祂的榮耀顯露出來 其實意思是我們要用去讚美 讓讚美讓人更加看見神 讓人更加看清楚神的榮耀 這就是讚美的意義 讚美的意義就是把神顯露出來 神應該是怎樣的 我們讚美就是讓神被人看見的榮耀 就能夠顯露出來 所以讚美不是 It's not about us 不是關乎我們 哪是關乎神 我們讚美我們的敬拜神 就讓人更清楚神是怎樣的一位神 我們的讚美是讓神的榮耀更加顯露 讓人知道原來神是這麼有榮耀 是這麼榮美的 讚美是顯露出神的榮耀 所以我們要當對神說 即是我們要跟神說什麼呢? 你的作為何等可為 你的作為何等可為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讚美裡面 其實是顯露了神的一些本性出來 其中一個詩人舉的例子是什麼呢? 就是顯出神的作為 神的作為是什麼呢? 後面其實他會說到 其實原來我們的讚美 我們的歡呼 我們的讚美和歡呼 是因為神做了歧視 神做了有祂的作為 而我們的讚美和歡呼 就是把神的作為更加顯露出來 讓世人能夠明白 讓世人能夠體見 原來這個讚美是一個見證 這個讚美的見證 就是讓人明白神的作為 究竟神在我們當中做了什麼 我們剛剛過了浸禮 所以在浸禮的時候 今年的浸禮 我都很感恩 因為兩個見證都非常之好 大家如果留意的話 這兩個見證的弟兄姊妹 都是在新裔的決志 在新裔的成長 上個禮拜 就是剛剛過了主日 就受洗歸入耶穌基督的名下 他們起來講見證 在他們見證裡面 看到神的奇妙 看見神如何翻轉人的生命 這就是讚美 這就是我們應該的回應 在這些讚美裡面 在這些敬拜當中的時候 人則看見神的作為 我想不僅是聽的人 甚至說的人都看見神的作為 有時候我們講見證 我們重新整理一下我們的經歷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更加看見神的奇妙 因為有時候有些細節部分 有些細節部分 可能我們會忘記了 但是當我們去整理我們的見證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些細節一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非常之驚訝 所以詩人說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 全地都應該去認識神的作為 我們其實是要向全地發出呼籲 要讓全地都看見神的作為 因為神的作為何等可為 因為神的作為是非常之可為 即是非常之偉大 難以形容 他說 因你的大能受敵要投降你 甚至神的大能 勝過一切的仇敵 仇敵都要在神的面前投降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敵黨神 神勝過這一切的敵對能力 所以全地都當知道 全地都要向神歡呼 好像神海旋而歸一樣 全地都要歡迎 這個畫面好像神通過海旋門一樣 帶著勝利而來 全地都要在祂面前歡呼 歡呼祂的德性 歡呼祂的能力 歡呼祂的絕對超然能力 所有的仇敵都已經投降 所以全地都要敬拜祢 歌頌祢 要歌頌祢的名 這就是應有的一幅圖畫 我們應該要這樣去回應神 因為我們的神已經得勝了 我們的神已經得勝了 祂是那位海旋而歸的神 一切的勝利、一切的榮業、一切的能力 都在祂身上 其實我們應該要這樣來歡呼神 當我們經歷過神的能力 神大而可惠的能力在我們身上 我們有沒有這樣去歡呼神 我們有沒有這樣去敬拜神 我們有沒有這樣把當歸的榮耀 即是歸給神 這就是詩人在這篇裡 他所講出的描述的一個圖畫 其實對我們來說 都是一個提醒 我們經歷了神之後 我們有沒有這樣去榮耀神 我們有沒有向神發出歡呼 發出那個讚美 我們有沒有讓別人看見我們神的榮耀 很多時候我們經歷完神之後 我們把祂藏在櫃桶底 也很感恩剛才 我們神到開支之前 Gino的分享 他經歷神 但是他就在他的 WhatsApp Group裡面 讓他所有的同事都看到神的榮耀 都看到神的作為 一有機會 我們就讓人看見神的作為 神的奇妙 這才是一個我們應該要活出的圖畫 所以第五節 甚至他說 李門來漢 這個李門所指的就是全地 全地的人 所以你看到這個詩人的鋪牌 就是一開始他先把一個海船的圖畫展現出來 然後邀請全地 全地我們一起來歡呼 歡呼神的作為大而可惠 歡呼神的大能 歡呼神的聖過所有的仇敵 仇敵都在祂面前來投降 所以我們要歌頌 我們要來大聲的 Cheer 神的名字 我們要這樣做 所以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說因為神的作為 所以邀請他們 你們來看 李門來看 神所行的事 所以你們要來看 看完你就明白 為什麼我們要歡呼 看完你就可以更加有那個感覺 你更加有那個感覺 一起來大聲歡呼 你會發覺你看完之後 你想不歡呼都不行 這個是正常的 當你看完之後 當你真的經歷神 當你真的感受神的時候 你裡面會忍不住 發出那個讚嘆 哇 神你這樣做得出 哇 神你太厲害了 即是 有這樣的自然意見 在我們裡面就會產生這樣的回應 我們今天經歷神之後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回應 還是我們太含蓄呢 我們把所有的東西收起來 我們顧著儀態呢 詩人不是這樣的 詩人說 你們來看 神所行的 他向世人所做之事 是可為的 即他就不斷地邀請 世人所有的人來看神 看神做過的事情 他做了的事情 他向世人所行的事情 是可為的 是awesome的 是好得不得了 是正得不得了 是使人敬畏 是使人目瞪口外 抹大口得的洞 其實他用了這樣的形容 就告訴所有人 你們看 看完之後 你都會讚嘆不移 你都會 in all of his doing 你都會暫立敬畏神 意思是 當你看見神的作為 當你明白神的作為的時候 全地的人 你們都會驚嘆 然後從心底裡 發出歡呼讚美的聲音 哇 即是這樣的圖畫 那神究竟做了些甚麼呢 第六節 終於揭開這個謎底了 所以你看見前面 其實都是一些邀請 為何會發出這樣的邀請 因為他確實經歷了神 確實經歷神之後 他就覺得 神的作為 全地的人都應該要驚嘆 沒有人可以例外 究竟經歷了些甚麼呢 最終他在第六、第七節說 他說 他將海變成干地 眾民報行過河 我們再努淚 因他歡喜 哇 這位就是我們的神 因為他將海變成干地 當然這位所說的是 以色列人 過紅海 出埃及 所以詩人在這裡說甚麼 全地的人 歡呼 全地的人 看見 神聖過他的仇敵 所有的仇敵 都在他面前投降 所以全地的人都要歡呼 歡呼 神的作為 神可以讓海水都變成干地 從來從神創造天地以來 有哪一個神可以把紅海分開 但我是沒有 從創造天地以來 有哪一個神 所有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都要投降 從來有哪一個神 一伸手 十災一出的時候 整個埃及遍地荒涼 整個埃及遍地都震動 從法老 直到最微小的 個個都從心裡震動出來 從來有哪一個神 可以這樣大大的激打一個地方 從來有哪一個神 可以將所有的追兵 全部推到海底 連一個都不能存活 當你看見這一切作為的時候 全地你當歡呼 全地你當讚美 你當看見神大而可惠 你當看見神獨一無二 你當看見神的可惠之處 那個偉大之處 他將海變成干地 中文報行過河 這個就是我們的神 中文報行過河 後面這句報行過河 所指的是若彈河 所以他將兩件事情擺在一起 你看見以色列人過紅海 看到以色列人過若彈河 以色列人在那裡 因為神歡喜快樂 神用祂的權能 治理萬民直到永遠 看你眼睛 監察列邦 悶悶的人不可置高 這些全部都是神的作為 從過紅海到過藥彈河 如果這個引伸到新藥 今天對我們來說 其實以色列出埃及過紅海 這個就是象徵他們的 預表的救恩 神就是這樣從世界當中 將他們拯救出來 從這個奴役當中 將他們拯救出來 讓我們過紅海 成為一個自由的民族 成為一個可以跟隨神的民族 從世界分別出來 從埃及裏面 將他們拯救出來 這個就是救恩的 得救的經驗 而過亥彈河 其實所預表的 就是聖靈充滿 所以這兩重的經歷 讓我們得救 讓我們根深被聖靈充滿 然後進入這個應許當中 當我們經歷這一切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向全地 發出一個呼召 就是你們來看 看神的作為 看神的救恩 何等的偉大 神怎樣用救恩 拯救祂的百姓 你們來看 看聖靈充滿 何等的真實 讓祂的百姓 滿有能力 進入應許當中 勝過一切的仇敵 進入與神同在 更加親密的關係裡面 所以萬民、全地的人 都要來看 都要來歡呼 而且神用祂的權能 治理萬民直到永遠 神是個大有能力的神 祂不僅僅拯救 祂亦都要治理萬民直到永遠 祂的眼目監察列邦 拔翼的人不可自高 所以神的眼目在騙拆全地 所有的人都要在祂面前欠卑 就算是拔翼的人都不能夠自高 因為神大而可為 當你看見神這些作為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 你就會歡呼 你就會讚美 越歡呼越讚美 再越看見神的本質 神的可為 神的作為 所以其實我們是要傳說 我們要述說神的作為 讓更多的人看見 以至到驕傲的人、拔翼的人 在神的面前都能夠謙卑下來 亦都讓人看見 原來神是那個治理萬民的 祂是監察列邦的 那一位神 所以祂才可以這樣審判埃及 將祂的百姓救出來 將埃及重重的擊打 教訓埃及 讓祂不能再高傲 一切這些偶像 一切這些仇敵都要在神的面前苦服 都要在神的面前投降 都要在神的面前屈塞 所以我們看到神的作為的時候 我們是否應該要歡呼讚美 將榮耀歸給神呢 這就是第一個大段落 兩個小段 我們看第二個大段落 他使我們的生命全活 他不叫我們的腳搖動 神啊,祢曾試煉我們 熬煉我們 與熬煉銀子一樣 祢使我們進入網羅 把重膽放在我們身上 祢使人坐車窄我們的頭 我們經過水火 祢卻使我們到豐富之地 我要用凡制進你的電 向祢還我的緣 就是在急爛時我嘴唇所發的 口中所許的 我要把肥牛作凡制 將公羊的香制獻給你 有把公牛和山羊獻上 萬民啊,前面全地啊 後面萬民啊 所有的人,你們都要清重我們的神 萬民啊 再次在萬民的面前 做一個美好的見證 你們都要來清重我們的神 使人得挺讚美他的聲音 我們的讚美 我們的見證 要讓萬民都聽見 要讓萬民都聽見 在所有的人面前 做這個美好的見證 為甚麼呢? 因為神使我們的聖命存活 不叫我們的腳搖動 因為神是那個保存我們的 因為神是那個救我們命的神 所以我們要向萬民 作這個榮耀的見證 因為神是一位好神 神看著我們 神救我們的命 也要保守我們的腳 不搖動 即是堅立我們 讓我們可以站立得住 站得住 站得住 神這樣去保守我們 神這樣去看著我們 所以我們要向神發出這個讚美 發出這個見證 中間插了一個十到十二字 神啊,你曾試驗我們 奧煉我們 遇到奧煉銀子一樣 其實我們要讚美神 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你經過這個奧煉 經過這個試煉 神曾經試驗我們 神曾經奧煉我們 遇到奧煉銀子一樣 銀子是一定要經過奧煉的 這樣才可以去除那個雜質 即是 逢是金、銀都要過火 在這個火的高溫裡面一燒的時候 這些雜質就可以分離出來 出來的就是純到極高的純銀 純金 這樣那個價值才可以體現出來 所以神都曾經去奧煉我們 就像奧煉銀子一樣 目的是什麼呢? 目的是要將我們生命裡的渣載去盡 讓我們精神 有那個精神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就立立念 閃閃生光 這些銀渣其實是黑漆漆的 你看下去 你都不覺得 總之是黑漆漆 真的很難看 但是奧煉過後 那些純銀就剛好相反 跟那些銀渣相反 就是閃亮亮 金、銀、銀、閃閃的 所以 神奧煉我們就像奧煉銀子一樣 神奧煉我們的目的 不是要讓我們受虧損 而是要讓我們得益處 並且顯出生命那種的精術 所以他說 神使我們進入網內 將重擔放在我們的身上 在我們經歷當中的時候 我們感覺到 好像神讓我們進入網內一樣 跌入陷阱 被困住 被鎖住 好像沒有自由一樣 將重擔放在我們的身上 好像我們被重壓 感受到那種辛苦 那種重擔 那種壓力 甚至神使人說 坐車窄我們的頭 我們經過水火 坐車窄我們的頭 意思是被車窄滾過我們的頭 你想像一下 如果被車窄滾過頭 你的頭有多痛 我們經過水火 你卻使我們到豐富之地 所以原來這些瓦煉 其實最終的目的是 要讓我們進入豐富之地 目的是除去一切的渣載 如果我們從以色列人的片段來看 當詩人提到這裡的時候 我想他們一定會想起 抗野裡面的經歷 抗野裡面的經歷 其實就是一個瓦煉的過程 讓以色列人在當中的生命被煉證 他們在當中學習如何依靠神 學習如何跟從神 其實抗野裡面要對付的 要瓦煉的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跟隨神的那份心智 所以那一代的人不行 但是抗野的新生代 他們經過這個瓦煉之後 他們的嘴唇再不出惡言 他們心裡再沒有苦毒 再沒有埋怨 所以這些苦毒、埋怨這些聲音 就像這些銀的渣載一樣 被燒盡、被除去 你知會今天在我們的生命裡 有沒有這些東西在我們裡面呢? 我們的人生還是充滿苦毒呢? 我們還是充滿負面呢? 很多的負責 很多的埋怨、抱怨 當然就是 神要煉證我們 要除去這些東西 除去這些奏罵 除去這些埋怨 其實就是這些埋怨 讓以色列人在抗野裡面 沒有辦法可以進入應許之地 但是當新生的一代 他們被煉證 他們在抗野裡面 學習去跟隨魂柱火柱 他們在抗野裡面 學習去仰望神 神的馬拿 神派鵪 神供應他們 神帶領他們 神保守他們 甚至四十年 鞋沒有穿 腳沒有腫 衣服沒有穿破 這樣去煉證 那個純道跟從神 這個 魂柱火柱 何時移動 他們何時不形 緊緊地跟隨神 最後 神就領他們 進入這個豐富之地 這個就是我們的神 所以萬民 你要看見神的作為 你要經歷神的這種瀑煉 讓我們的生命精順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在這個過程之後 我們要來讚美我們的神 我們要來大大的 把榮耀歸給神 我們就要發出這個歡呼讚美 因為神這樣瀑煉人 其實那個瀑煉 可以說是很辛苦 但是你過後看回頭的時候 也是很甘甜的 因為在這些瀑煉當中 神必定加力量給我們 神不是丟下我們 孤孤單單去面對這些瀑煉 但是神其實 他的恩手一直都托著我們 他一直都加力量給我們 甚至可能在旁邊 好像啦啦隊幫我們打氣 可以的 來吧 你可以的 繼續加油 努力 所以當我們經過這些瀑煉的時候 其實那種甘甜的 跟神的關係的緊密 是更加高的 所以你看看整個以色列人的畫面 他們出埃及之前 跟神之間的關係 跟在抗野裡面是兩回事 是不是 在抗野裡面的時候 他們是圍著匯莫來居住的 神的雲處、火處 每一天與他們同在 那種親近是在埃及的時候 前所未有的 所以在這個瀑煉當中的時候 其實就是讓我們可以跟神 連結得更加深 所以你看到十三到十五節 他說 他說 我要用梵制盡你的電 向你還我的願 就是在急爛時 我嘴唇所發的 口中所許的 我要把肥牛作梵制 將公羊的香制獻給你 又把公牛和山羊獻上 所以 詩人說到 他說 我要用梵制盡你的電 用梵制盡你的電 要去還願 就是在急爛時所發的 意思是什麼呢? 我要去聖殿獻祭 我要把這個願還給你 這個願是在急爛時所發的 也就是說 其實就是在瀑煉當中 跟神所建立的親密關係 那個關係建立了起來 一切的苦度埋怨 願行這些罪被煉證 被除去 所以 我就可以進入聖殿裡面 可以更加地靠近神 我要來還願 我要來獻祭 我要來連結於神 其實這個圖畫是什麼呢? 就是守安息日 我要真真正正地 除去我們一切的罪 除去一切的不義 煉證我的生命 來守安息日 守安息日 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連結神 甚至是把萬物帶到神的同在面前 連結於神 所以經過這個瀑煉 看見神的作為的時候 我要來守安息日 我要和我的神近深的連結 緊緊的連結在一起 所以我要把肥牛獻上 我要把公牛的香制獻給你 又把公牛和山羊獻上 就是要來守安息日 就是要來向神獻祭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我要深深地與神連結 這個就是詩人所說的 所以萬物要煉證 要讚美 要連結於神 這個就是第二個大段落 第一個大段落 就是全地要歡呼 要觀看神的作為 我給他的一個題目 全地要歡呼 要觀看神的作為 萬物要讚美 要煉證 連結於神 這個就是第二個層次 好,接著第三個層次 就是十六節 它說 反經威神的人 這個就是向每個經威神的人 發出一個呼籲 當然這個經威神的人 亦都包括今天的我們每一個人 所以詩人就說 反經威神的人 即是認識神的人 做甚麼呢? 你們都來聽 我要述說他為我所行的事 我曾用口求告他 我的舌頭也稱他為高 我若心裡專注罪業 主必不停 但神實在聽見了 他則以聽了我討告的聲音 神是應當清重的 他並沒有推卻我的討告 也沒有叫他的慈愛離開我 所以凡是經威神的人 凡是認識神的人 經威神的人 就是認識神的人 經歷神的人 你們都要來聽 聽甚麼呢? 要來聽我述說 他為我所行的事 你要聽我的故事 聽我的見證 聽我和神之間的經歷 我和神之間的經歷是怎樣的呢? 就是我曾用口求告他 我的舌頭也稱他為高 就是我向他討告 我也敬拜讚美他 我的舌頭讚美他的名 他說 但是如果我心裡著重罪業 主必不停 即是說 如果我心裡充滿罪的話 主是不聽的 但是如果我們將心裡的罪除去 我們謙卑 我們悔改 我們來到神的面前 用我們的舌頭讚美神 也將我們的討告 都帶到神的面前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神實在聽見了 神聽我們的討告 原來當我們謙卑 當我們認罪 我們來到神的面前 討告的時候 神就會聽 神是聽討告的神 所以祂是應當清重的 因為祂不是那個高高在上 萬事不理的神 祂是那個高高在上 但是竟然誰聽人微小的討告 那一位神 只要你將你的罪除去 只要你在神的面前 謙卑認罪 如果你注重這些罪業 將罪擋在你的面前的話 神不停 但是當我們除去罪 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承認我們的過快 承認我們的不能 將我們放在一個極微小的地方的時候 神必定隨聽我們的討告 你看看,挺有趣的 如果我們有罪 但我們自高自大 我們將自己站得很高很高很高 甚至在山上與天比高 大聲呼叫 神不聽 但是當我們願意降悲在神的面前 承認我們的過範 將我們放在極低極低極小的地方 甚至落到山谷裡面的時候 小粒到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討告 神聽我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嬰嬰嬰嬰地站在山頂上 大聲呼叫 神不聽 因為我們所看重的是罪業 罪將我們與神隔開 但是當我們願意謙卑回轉 悔改歸向神的時候 哪怕我們在谷底裡 微塵一樣小粒的時候 創造宇宙的神聽 所以這就是神的憐憫 這就是神的慈愛 所以神是應該清重的 因為祂沒有推卻我的討告 也沒有叫祂慈愛離開我 即是只要我們一謙卑 只要我們一願意回轉 只要我們願意被煉靜 願意承認我們的過範 我們向神呼求的時候 神什麼時候都聽 神永遠都聽 祂的慈愛就永遠不會離開我們 原來我們能夠認罪的時候 神的慈愛就臨到 但是我們看重罪 我們走罪的道路 我們高傲、驕傲的時候 神的慈愛就不會臨到我們 這就是神的特別 所以詩人就告訴你 祂是犯敬威神的人 你們也要來聽 你們也要來看清楚 神是一位這樣的神 何時我們來到謙卑的時候 何時祂就聽我們的討告 何時我們驕傲、撥憶的時候 何時祂就好像跟我們隔絕了一樣 所以只要我們持續謙卑 煉證我們的生命 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來呼求祂的時候 祂的慈愛必不離開我們 祂必定聽我們的討告 所以最後這個大段落其實是甚麼呢 就是犯敬威神的人 要知道神有慈愛 神聽討告 所以這篇的詩篇很美麗 所以我們再總結一次 是向三類人發出的一個呼籲 第一個是向全地 就是全地要歡呼 要觀看神的作為 萬民要讚美 要煉證 要連結於神 敬威神的人 要知道神慈愛、憐憫、聽人悔罪的討告 這個就是我們的神 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去明白 我們能夠這樣去體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更深地認識神 更深地與神連結 而我們也要這樣來回應 無論對著甚麼的人 我們都要去述說神的作為 去顯出神的榮耀 在眾人的面前 講出我們的見證 在眾人面前 邀請所有的人 一起跟我們 來歡呼讚美神 因為神的確是好得無比的神 所以全地的人都要歡呼讚美 萬民都要歡呼讚美 敬威神的人 更加要述說祂的作為 將神的榮耀歸給祂 這是我們當盡的本分 這是我們應有對神的回應 名字妹 今天我們經歷了神這麼多的恩典 經歷了神的救恩 我們有沒有起來讚美神 我們有沒有起來歡呼 榮耀神 將神的作為見證 述說在人的面前 邀請萬民一起去敬拜讚美神呢 原來這是我們當盡的本分 這是我們應有的回應 Amen 各位弟兄姊妹 讓我們一同來站立 來到敬拜我們的神 因為祂是佩德的 神是為了我們恆大市的神 我們要歡呼 要述說祂的作為 將我們一同來祂讚美祢 耶和華已經為我們醒了大事 祂不將雲彩當著蓋 夜間是火光照 耶和華已經為我們醒了大事 祂在感嘆之處四水流成河 我們要歡呼 我們要歡呼 訴說祂的作為 我們依靠神 就能實戰大能 我們要歌頌 要歡呼 訴說祂的作為 我們依靠神 我們依靠神 就能實戰大能 耶和華已經為我們醒了大事 我們去重贊祢 我們要去歌唱祢 我們將最好的都擺上給祢 耶和華已經為我們醒了大事 祂不將雲彩當著蓋 那波浪就平靜 耶和華已經為我們醒了大事 祂張開雙手 我們就得抱住 我們要歡呼 我們要歡呼 訴說祂的作為 我們依靠神 就能實戰大能 我們要歌頌 要歡呼 訴說祂的作為 我們是祂的作為 我們依靠神 就能實戰大能 換音樂 指向神 提出 事情 委呈 文革 為奈 媛背 包括 衝 紫 祝你 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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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更爱你 我需要你 祝你 赞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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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赞美你 祝你 赞美你 祝你 赞美你 我们心里 赞美你 主必不停 我们在神 赞美你 我们向神 赞美你 祝你赞美你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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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 赞美你 主 主 主 祝你 赞美你 祝你 赞美你 祝我们 赞美你 在绝美你 祝你 赞美你 是被人 赞美你 我们 赞美你 在其中一家 祝我们赞美你 祝我们 赞美你 祝你 祝你 赞美你 我们 赞美你 我们 赞美你 祝你 祝我们 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祝你 我们一同起来 愿祝你 愿你的名